大家好,我是带您只打好电影的巫师 感谢小伙伴Barkira和林推荐的影片 男人的工资不高,除了自己的生活 还要支付母亲的疗养院费用 每天都不忘在笔记本上记下开销 沃尔特人到中年无妻无子 在约会网站上偷窥同事谢礼的资料 女神喜欢勇敢爱冒险的男人 有个八岁的儿子和一只三条腿的狗 沃尔特犹豫着,困扰着 始终不敢向对方打招呼 终于鼓起勇气按下改变命运的按钮 结果却因他发善可陈履历 全无二被系统拒绝 沃尔特是沉浸于枯燥乏味工作宗的老loser 等待地铁期间听到激烈的狗叫声 那正是女神家的方向 下一秒纵越破窗 在瓦斯爆炸前挽救一条狗命 女神不知如何回报只好以身相许 沃尔特常常进入这种幻想状态 暂时性的思想自卫 沃尔特是著名纸媒 Live期刊 一名默默无闻的底片冲洗经理 然而互联网的冲击迫使杂志社必须转型 公司人形浮动 沃尔特大概率被罪先裁员 他平日行单硬之 今天是他42岁的生日 只有姐姐为他庆祝 烧来母亲烘焙的蛋糕 沃尔特频繁到相亲网站的资料无法填满 频繁到上司不会专心听他讲话 频繁到误以为女神在向自己打招呼 浑浑欲睡的幻想以此填补无聊的空隙 以至于经常发白日梦走神 又被周围的同事嘲笑 他工作在地下的小仓库 不管外面晴天还是落雨 小仓库里中年几闪台灯 和他一起工作的胖男人同样不善言谈 彼此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合作多年的伟大摄影师肖恩 派人送来一卷底片并特别说明 其中的25号相片揭示了生命的本质 希望他能够成为LIFE最后一期的封面 附送的还有一支钱夹 赠送给与他合作多年 神交已久的沃尔特 感谢他这些年配合默契 二人虽未谋面却惺惺惺相惜 送来的胶卷却意外丢失 将要用作封面的25号底片 上集也对LIFE最后一期极为重视 要求沃尔特将底片洗印后送到办公室 从不出错的沃尔特 因为交不出底片而面临失业 他只好谎称洗印拖延时间 会后硬着头皮主动与谢力攀谈 对方曾与肖恩有过电话接触 可惜摄影师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甚至没有固定号码可以联系 沃尔特吸引了三张25号前后的底片 分别是一根手指以及大海和某种线条 谢力看了也一桃雾水 只得做男人早日成功 沃尔特父亲赠予母亲的钢琴 小公寓放不下 只得搬入价格不菲的别墅 沃尔特生活拮据却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姐姐搬家时找到了弟弟童年最爱的玩具 一只伸缩自如的穿剑国 以及父亲过世前送给沃尔特的背包 还有空白威胁的旅行日记 那时的沃尔特留着潮味十足的朋克头 母亲一直将儿子从小到大的物事 默默收藏视若珍宝 沃尔特和胖子发现了底片大海中的一艘船 遗旨气势的上司 工作期间要抢他手中的穿剑国 二人为此在电梯里拳脚相向 从高楼到街面他们飞檐走壁毁天灭地 沃尔特内心里已僵之大血八块 表面却苟且于眼前的生活 一再屈服于其淫威 谢力帮忙搜索海中的船民 恰巧到了接儿子的时间 沃尔特心下窃喜 陪着他一路聊天 谢力的儿子酷爱滑板 沃尔特想起童年自己发型很酷 滑板很溜 可惜他的优点女神没有看见 岁月将新潮开朗少年 打磨成自卑感受重年 谢力查到那艘船开往格陵兰 沃尔特如今畏首畏畏犹豫不决 早已失去曾经精彩激荡的背包客梦想 索性有女神的鼓励与憧憬 自动挠不出无数灵魂交流的场面 他做了只有白日梦里才会做的事 实际勇气本相未知 来到格陵兰的一间小酒吧打探消息 寻找萧恩的下落 一名醉酒壮汉比他献歌一曲 想要拒绝推不开盛情相邀 可唱得太差 二人又引发争执 沃尔特却发现壮汉的大拇指 正是萧恩拍摄的其中一张底片 原来几天前正是壮汉送萧恩上了海上那艘船 当沃尔特听他要最佳直升机前往船上送货时 他又一次胆怯犹豫 更何况暴风将至 沃尔特终究止步于此 多年来白日梦像鸵鸟藏头的沙堆 几十年来阻碍成长 庇护着弱小未成年的心 沃尔特梦到谢力在唱歌 生命不止肘蜂不前 还有歌和远方 歌声指引方向 给他勇气跳上起飞的直升机 刹那领悟生命的真谛 完成迟来的成人力 直升机在滴滴的云层里前行 北冰洋海天一色的风景 像浪漫主义的油花 不久便追上了海中那艘渔船 飞行员告诉沃尔特准备跳伞 结果他跳出了方向 在橡皮艇打捞前 老船长安慰沃尔特暂时安全 结果海面显出一位鱼鳍 那是友善的海豚 他在等待人类的善意 沃尔特听后敞开胸怀 然而鲨鱼的大嘴告诉沃尔特 人靠不靠谱和年纪真没啥关系 千军一发之际 沃尔特登上了橡皮艇 在船上他发现了 肖恩留下的拍摄计划 明天对方将去往冰岛火山 一日清晨 沃尔特到达港口 一路骑着单车 驶向15公里外的火山 星锤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飘飘河所似 天地亦沙欧 绿色的岛 蓝色的海 几乎无人的世界 天空中 燕却在沃尔特眼中 合成女神的脸庞 过于投入而撞上路标 沃尔特眼面而逃 遇到三个孩子 看到对方的滑板 他想用建国交换 赋诗一首赞其高贵 故国已别20年 孤身赋往大洋边 世霸着地唤星岩 提笔推特雨连篇 登楼长探神周远 入梦游念中华天 带军功成归来日 赤其插遍美丽间 男孩被其伟大志向所感 主要是准备拿来捆绑妹妹 看来滑板没有捆妹妹有意思 沃尔特成功换到滑板 踩着他像鸟一样 飞翔在蜿蜒大道 青山萧翠 必有堆云 一条美丽的丝带 已在天的怀抱 云绵绵雾漫漫 一个个青带色的山巒 此时的沃尔特 没有了恐惧彷徨 有的只是享受海风 浮面天高云淡 当他赶到火山脚下 恰遇肖恩站在双翼机上 向着喷波的山口而去 好行路人带着沃尔特 逃离了即将覆没的小镇 虽然成功脱险 可也失去了肖恩的踪迹 最终在日落的天光里 拨出了通往远方的电话 跟女神碎碎念的 是记忆深处的爸爸 和年轻时那个特立独行 想要成为背包客的自己 因为上司最后通牒 奇妙的旅行无疾而终 谁知回到公司 专横跋扈的老板 二话不说吵了沃尔特 默默奉献16年的岗位 说没就没 沃尔特来到女神门外 极料他已和前夫复合 失落的沃尔特 将留给小家伙的滑板 静静垂在屋外 他曾将过去抱得太近 而今鼓起勇气拥抱现在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精彩 他回到家 花光了积蓄 丢掉了肖恩赠予的钱家 可偶然间却发现新线索 钢琴即是线条 原来肖恩一周内来过沃尔特的家 可惜母亲之前告诉沃尔特时 他正在做白日梦 婴儿没有听到 再次得到肖恩去了 喜马拉雅山的消息 沃尔特这回不再犹豫 如今他心里有喜欢有盼望 他翻出父亲多年前 赠送的旅行日记 背起登山包 再次踏上寻找肖恩之旅 空了多年的日记本 终于用沃尔特的勇敢与坚持 写下了一行行勇者的足迹 他用母亲烘焙的蛋糕 贿赂首山士兵 在山下与两个当地向导结伴 走过气势磅礴瀑布 越过茫茫冰原白雪 走马溪来 玉遇到天 白沙万里绝人烟 苍翠与苍茫同生 惊险与惊艳共存 绝美的空间 撼动着城市中目光呆滞的人们 接受一场山之洗礼 人在山中 山在心中 沃尔特终于追上了肖恩的足迹 他自爆家门 让对方不敢相信 肖恩九死一生爬上雪峰 为了捕捉雪暴的踪迹 沃尔特询问25号底片在哪里 却不想就在肖恩赠予的钱夹里 可惜沃尔特一将钱夹丢弃 再也找不到了 绝美的瞬间 一旦失去 将遗憾终生 寒冷的风雪中 肖恩的目标终于出现 不知这个瞬间 他等了多久 可当雪暴现身 肖恩却迟迟没有按下快门 那一刻脑海里的万千翻涌 胜过无数滤镜美颜 沃尔特询问第25张底片究竟是怎样一张照片 究竟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肖恩没有回答 邀请他跟当地人一起踢球 一起笑 最终沃尔特回到了美国 最终妈妈卖掉了王夫送给他的老钢琴 来度过儿子失业的窘境 庆幸的是 母亲从垃圾桶里收起了沃尔特丢掉的钱夹 开拓事业 冲破艰险 寻求真爱 感受彼此 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这也是肖恩送给沃尔特皮夹上刻着的话 也是沃尔特翻山越岭 最终追寻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那些陪伴沃尔特一起长大的白日梦也毫无影踪 再次归来的他显得自信而坦然 归还25号底片 第一次现实中 搏到上司哑口无言 当再次偶遇谢力 感谢他在梦中的鼓励 自己才有勇气登上直升机 更好的消息是 前夫那天在谢力家只是来通下水 两人原来并非符合 他们一起来到爆摊 看到Live的最后一期 那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底片 沃尔特坐在路边 看着一张胶片 是肖恩对沃尔特16年认真工作的肯定 是向所有幕后的造梦者们的致敬 那段静默隐忍的时光 是生命的本质 不言不语 一片风景 沃尔特没有购买以他为封面的最后一期 就像肖恩不按下快门记录 总有那么一个时刻 想自己去享受 每部需要寻找 心有梦想 就见妖娆 沃尔特终于停止幻想 开始生活 他的封面配上他的手 这一次他很酷 不只是白日梦 Live既是杂志的命运 也是沃尔特的生活 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 Live是现实不断发生 是无数的琐碎与无力 但你我都有一个 帮我们收集每个琐碎的母亲呢 Live也是英雄主义 当看到生活的不幸后 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电影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放松的良机 还是刺激上路的疲鞭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何尝不做白日梦呢 生父家庭的压力 不敢辞职 不敢换工作 不敢跟无理的上司顶嘴 不敢要求白嫖的小伙伴 点赞订阅 旅行迟迟是挂在嘴边的梦想 即便一场旅行一次顿悟 依然无法将你我 从无理的生活中解救出来 所谓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人生是不负责的 但起码有个愿景 有个计划 一步步努力 遥远的将不再遥远 平凡的也不再平凡 最后按不按下快门 已不重要 这份经历和感受 已经属于你了 这份人生财富 谁都抢不走 行动本身就是实现梦想 和结果无关 走过 经历过就有意义 我们从希望到失望 从焦虑到愤怒 最后在伤感中渐渐老去 不曾实现的梦 成为心中的沙里 不疼痛 却依然让我们辗转反侧 直到有一天 我们冲动的上路 固执的去追寻 那个终极的目标 看到不曾看过的风景 登上不曾目击的高峰 终于走到终点 却似乎难以获得真正的答案 似懂非懂 拍拍身上的尘土 转身 离开 回家 摸摸口袋 却意外找到一直追寻的答案 可是这一刻 它已不再重要 原来曾经彷徨与失望的自己 早已踏上了旅程 人生造就了最美的风景 为坚持认真行走的人们 最后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想要去旅行呢 是为了寻找值得付出一生的风景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这次一定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